市長好 市長好 晚安 大家好 年關快到了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早年 感謝大家一年來 為了基隆治安所付出的努力跟貢獻 也謝謝我們各位名利的首長 大家一起來維護我們基隆治安 在這邊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然後龍年行大運 謝謝大家 謝謝 快要過年了 春安首長聯合慰問活動 市長謝國良 議長佟子偉 副議長楊秀鈺跟市府秘書長方定安 分別前往全市各區 衛免警銷 憲兵 區公所及協情名利 感謝所有人員加強春節期間的各項安全工作 市長謝國良 致贈慰問金及慰問品 由警察局長翁群能及議警 民房 議交 守望相助隊代表接受 從今天開始所有的議警 還有我們的民房 議消 還有行手隊 大家都要在這半年裡面 要幫忙是這種 因為警力有限 民意無窮 來幫忙事實 而且市長也非常照顧我們這些 市長是我們的民房總隊總隊長 他底下含我們都是民房總隊管人 希望說我們基隆自然意見很好 在這個春安戰的時候 能平平安安大家過個好年 要公開的感謝警察局跟我們翁局長 對於這個警力的貫徹 以及對於治安的維護 首先就是在於我們的寧靜街坊 自從我們在2月1號 將我們罰則調到全國最高之後 我想相信對很多飆車族 對非法機車的改車族 我想對他們有很大的一個警惕 在這幾天的一個執法 也看到很好的成績 在這邊跟大家表示感謝 第二點就是昨天在東岸廣場 我們警察展現了公權力 點交給新的業者 這一點也非常的重要 我也在這邊感謝局長 跟所有在場的同仁 在那天的關心與付出 各位這個商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取信於企業界的話 那未來我們還要談什麼招商 基隆市未來就是要靠招商 引進更多的企業來活絡這個城市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好像 這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是對很多全國的企業之類來說 他們就是看在眼裡 他們就知道說 那基隆市政府他說到會做到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本次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期間到113年2月1號到15日值 為期15天 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 為三大工作主軸 這是因為因應我們相關連結的活動 可能衍生了治安及交通問題 使我們民眾安心寬度節慶 也是警察及邪情人員最忙的時刻 我想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也給大家 請大家自己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我想這個 敦慶慕領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這些名利 這些各單位的一個協助 那謝謝我也代表基隆市市民 感謝大家 感謝我們的警察同仁 我也常常跟很多的好朋友說 一定要支持警察 所以今天的這些名利單位 就是支持你們 也希望讓我們基隆能夠安居更樂業 就像我們市長剛剛提到說 怎麼樣去招商引資 如果說基隆的這個地方 這個治安不好的話 我想可能很難招商引資 所以這個安居 這個很重要 是警察同仁最基層的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們的警察 謝謝大家 謝謝 另外市長謝國良也相當感謝消防局同仁 春節期間堅守崗位為市民服務 在消防局長向勇才的陪同下 前往新二路災害應變中心 發放春節職情人員魏問金 我們感謝消防同仁 打火弟兄姊妹一年來的辛勞 在這邊特別跟他們獻上問候 去年一年大家都非常努力工作 我們救回了很多OCA 讓很多的市民朋友 維護他們的生命跟健康的安全 我們在今年還跟Sony影業 拍了一個我們的形象月曆 這個形象月曆是獨創全國的消防局 也正視了更提升我們的消防形象 所以在這邊再次的 感謝我們的打火弟兄 大家一年來努力 明年我們勉勵自己 大家一起更努力 保護更多市民朋友的生命財產安全 到我們消防局來慰勞我們的消防弟兄 那我們消防弟兄呢 今年也感受到市長 對我們消防弟兄的一個關心跟重視 也給我們的預算的編列 像那個獎勵金 我們的沖火廠還有那個OCA 救回的市長都發誓全國最高的獎金給我們 也鼓舞我們基層的士氣 我們的同仁也非常的 這個工作非常賣力 為我們市民服務 希望能夠做好我們消防工作 給市民過個好的平安年 市議員何淑萍也特別來到現場 一一感謝消防人員 用心救災救護 守護市民的安全 最要注意的就是小心火燭 還有除司機的電線是否老舊 要隨時檢查 不要讓我們消防人員這樣疲於奔命 他們真的很辛苦 一年365天都沒有休息 那這裡非常感謝我們局長 所帶領的所有消防弟兄們 在這裡也祝福你們 這個春節愉快 春節期間 治安與消防安全不打烊 府會共同感謝所有警消 與邪情名利的辛勞 守護基隆 讓市民能夠過個好年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